明晨节日 与小蕾成婚 婚约取消了 这天底下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偏偏就为难我一个人呢 小春花怎么了 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她自己乖乖回来呢 长生果的线索冲出江湖 在哪儿 夜谈车 花家 花大哥的确知道长生果的下落 我早就劝过我父亲 长生果就在手里 何不交给萧老盟主 花伯父母要激动 您说会不会是令郎放出的消息啊 量他也没这个胆量 敢背着我做这种事情 这就怪了 多谢花大哥以诚相待 待在下找到长生果后 必当重谢 妹妹对萧大侠一片痴情 我又怎能看着父亲棒打鸳鸣 也罢 你们走吧 只是长兄如父 待妹妹与萧大侠结成情境之好 也能念着一颗哥哥的情情 也能念着一颗哥哥的情情 此事万万不可 没有伯父的首感 在下绝对不会做语举之事 萧大侠做事果然光明磊落 在下佩服 算了 算了 我还是自己想做 那 既然如此 那我送送他 不算预期吗 妹妹对萧大侠一往情深 也好 就让妹妹带我送一送萧大侠 告辞 来 爹 现在这屋子里只有你我二人 你不必再跟我演戏了 我问你 我儿子花雀现在人在何处 花老爷不必担心 令郎只是出去消遣几日 他找我来不就是为了躲麻烦 好 那我再问你 你口口声声说 要为我花家解决麻烦 可既然萧白他们已经离开了 为何又突然因为长生果之事 折返回来 我只是帮你暂时支走萧白 并没有保证他一辈子不踏入花家 不过呢 让他永远不再来 我也不是办不到 只是 需要你付出点代价 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是什么人 何事啊 叨饶了 这是花雀少爷请人画的像 我等前来送画 奈何画家没人在 可否代为转交 这画像上的人哪里是花雀啊 你们定是弄错了 打扰了 那个花雀果然有问题 锦雄早就告诉我 是我一时疏忽 现在最重要的 是花伯父的性命安全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假花雀身份为何 目的为何 我认为一时疏忽 我认为没有